我第一時間其實比較對不起我的團員 我就先跟他們講說 好像我對你們一向都這樣 然後 你們怎麼都沒有反應給我 然後他們 就差沒有說因為我們要生活 有時候大頭症是 自己慢慢得到的 看就 我的團員都在那邊偷笑 I'm really sorry about this 還好一切都來得及 那 等於是說 花了65年的時間 才練就一種檢討 以校正自己的 辦法跟態度 還好 如果老天再給我個十年 五年 八年 我可以證明 我可以證明我是一個好人 聖哥午安 前一陣子就是說 網路上有一個旅行設計師 我對您提出爆料 那他也是您的之前的工作人員 那是不是有發生什麼誤會 那您願意說給一下嗎 這個就是很典型的一個 蠢叔叔啊 在一個做了一張蠢專輯 然後呢 在一個蠢會議裡面 講了一堆蠢話 造成了一些蠢問題 那 我常常去想到一個事情就是 有時候你真的 會 日子會過到一點得意忘形 然後呢 你偶爾會去刮刮鬍子的時候 你沒有弄得很乾淨 然後你就覺得 智希滿滿出門的時候 整天都有人盯著你看 你就是覺得 老師到底是怎樣 不可以嗎 就會出現這種對立的狀況 然後呢 真的 有時候要謝謝這樣的朋友們 來提醒或左右你 該在什麼年紀 講些什麼話 謝謝 謝謝 真的 謝謝這些貴人朋友 在這個年紀還能糾正我說 欸大叔 什麼年紀講什麼話 是適當的 我老覺得自己 還是一個二三十歲的Rocker 沒想到 今年被提醒了很多次 尤其是我可愛的政府 一直提醒我去拿那張卡 不要再臉小尾 說話要適當 確實是 同樣的話呢 我估計 我第一時間其實比較對不起我的團員 像嘉姐啊 我的女孩們 差不多我就先跟她們講說 好像我對你們一向都這樣 然後 你們怎麼都沒有反應給我 然後他們 他們 他們有時候因為我們要生活 應該是這樣吧 對 所以 有時候大頭正是 自己慢慢得到的 你看 我的團員都在那邊偷秀 I'm really sorry about this 對 對 那 還好 一切都來得及 因為人好好的 那 等於是說 花了六十五年的時間 才練就一種檢討 以 以校正自己的 辦法跟態度 還好 如果老天再給我個十年 五年 八年 我可以證明 我可以證明我是一個好人 我將要這樣走 回來 來證明我自己是一個 應該是個不錯的Locker 不是那個瘋狂Locker 是 我覺得很好喔 能夠知道在 已經都六十五歲以上了 我覺得每天檢討都不嫌晚 對 就是能夠及時修正修正 然後能夠面對很多事情 是很重要的 好 希望有回答到這位 記者朋友的外面 對不起這種話語 其實是 相對的當事的人 要去講的 應該跟這個世界也沒有什麼關係 但是如果真要講的話 真要謝謝 謝謝有人提醒 該怎麼 該怎麼過 以後就是這樣子